在20年前我们的楼市 楼房很多卖的高级的都是月层式的 进了家有两层 我九几年 我第一次买房是97 98年 买房的时候我就去 人家都是所有的房地产项目的好一点的房子 全是在家里要月层的 要上一层 至少要上半层 我就不特烦这事 我说才好容易到家了还上啥楼梯 我就找大平层 没有 那时候整个都走遍了 北京市当时的房产交易会上的几十个项目里 没有一个人提供这种平层 就是我说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想想你在家里 你刚上完楼 你忽然想起一东西落在楼下 你还得走下来拿 这多不方便 这很不方便 可是那时候的人就这观念 觉得家里能上一层楼都特酷 现在人当然没人盖这房子了 现在人都喜欢大平层了 其实这都是全世界的趋势 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也喜欢盖这个豪宅 大别墅 对吧 你今天你去欧洲去美国 你去日本 豪宅就那个早年一百年前的盖的那个别墅都便宜着呢 我看过欧洲的大古堡就卖一块钱 便宜吧 你给一块钱 你甭管什么钱 你就甭问是什么钱了 一块钱买完就是你的 但是你居住的成本很高 你的土地的每年要交的税 物业税 你不能改造它 你那个要保持它的那个环境 要保持它的这个外观 这些都是要巨大的成本 那种古堡住你一年你每个几十万美金 你根本扛不住的 所以现在很多古堡 它交通又不便啊 所以很多古堡在国外并不贵 我有一朋友啊 我有一朋友当年呢 这个在美国反正也是发了大财了 发了大财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豪宅 买一豪宅呢 买那个美国啊 他有一本书 那书呢是美国一百 一百个最著名的豪宅 他买的是那书里还是前几位的一个豪宅 其实没花多少钱就买了 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 说老马呀 说这个你得给我找点中国的那个乡村家具 便宜的啊 说我这得弄个几集装箱 这屋里太空了 然后他买了一集装箱的那个中国的那种柴木家具啊 买了满满一大箱 到了以后那屋子分都分配不了几件啊 他说我数了数 这屋里光厕所啊 就二十九个 我说你一天上一个厕所上完了 也就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你说你这个买这么大宅子有什么用呢 他唯一的一个乐趣就是买完了以后办了一个酒会啊 招待大家玩了一次 剩下的事就变成是一个累赘 最后就是想办法这个把这房子卖了 是吧 那么酒会一散 所有人都说你看这俩 这俩人就是脑袋啊 进水了 傻了才买这房子 确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过去住这种古堡或者大四合院 你比如五进的大院子 你不是一个大家族啊 你不是有个几十个人口的家族 你真住不进去这里头 你住进去里头太空旷了 就是你的气啊 气不拢 不拢就散 一散这人就就没精神头了 所以呢 房子啊 住宅一定不是越大越好 一定是合适为好 那么这什么叫合适呢 那每个人的心理承受不一样啊 就是以你平时没人的时候 就你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不难过啊 为好 这就是界限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中国人的住啊 住呢 房子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家具啊 家具 家具呢 我以前在节目说了很多了啊 大家对家具特别有兴趣的往往是古典家具 比如我前面这桌子就是紫檀的 我坐的这椅子呢 是黄花梨的 那我看看这环境呢 这都是西式的 你比如这是一个茶 茶几啊 茶台圆形的 这是一个沙发啊 独座 一个人坐 那么这个 这些书柜都是很 很简单 朴素的 现代家具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 双人的沙发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 大部分人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这种西式家具 那过去呢 是 就是一看着人有没有钱啊 就家里状态怎么样 就一进门就知道了 你使用紫檀花花梨家具的 人呢 那肯定身份地位都高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明朝 这个后期啊 家境万历时期 那么明朝的这个 紫檀花花梨 是我们家具的一次大的飞跃 它影响到清朝 尤其清朝后来的康乾盛世啊 社会富足啊 有钱人多 所以呢 我们的紫檀花花梨家具 在很长的一个 一段时间内呢 就是中国最名贵的家具 那中国呢 这个过去 我们有一个朴素的美学观点啊 这个美学观点很简单 就叫对称 我讲过很多次 对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一原则 就是我们的盖房子也是对称的 家里摆放也是对称的 要不然咱们没那种 那种大厅堂啊 一个大条案 两把椅子 中间搁一扒仙桌啊 案子上一堆大胆平 它都是左右对分的 我们的过去的卧室啊 卧室呢 这个在明朝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睡觉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呢 是因为就是大量的使用拔布床和架子床啊 你比如我过去一直这个误认为 这种床南方多北方少 其实在我们的北方 比如山西陕西啊河南啊 山东地区架子床也很多 也不仅仅都是睡炕啊 睡炕呢 往往是华北再往北去 东北肯定是睡炕 要不冬天受不了吗 炕是能烧热的 华北地区也有很多 就是烧炕的这种居所啊 它烧炕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冬天的生活成本 比较比较便宜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只需要把炕烧热了 这屋子就暖和了嘛 那么再有就是罗汉床啊 三面带围子 有方向感的床 中国的床都是有方向感的 跟西方床不一样 西方床没有方向感 它就两边自由上下 所以西方人 我老跟西方人开玩笑 我说你们闹男女平等 从床上就开始了 因为你是自由上下的 那中国的床 不管你是拔布床 还是架子床 还是罗汉床 你是单边上下的 所以它就有了先后 有了主次 有了尊卑 它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除了卧室以外啊 那比如过去的文人呢 它得有个书房嘛 那书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啊 那肯定要有个书案 或者换案啊 有价格 有柜子啊 再有配一些椅子 是吧 那我们今天看 那个时期的家具中啊 有很多极为特殊的啊 就是过去讲的并不多 我们讲的多的是什么 首先是座具啊 座具就是椅子 椅子有很多种 大家都比较熟了 这些年 有圈椅 有官帽椅 有南官帽椅 有玫瑰椅啊 有扶手椅等等 啊 再有就是凳子啊 没有扶手的都统称为凳啊 方的就是方凳 圆的就是圆凳啊 够两人做的就叫二人凳啊 这很清楚 那么再其次呢 是成具 所谓成具呢 就是能承重的 你比如我这就案子啊 这是一个子堂小花案 这是成具 再有就是桌子啊 这都是成具 那再有就是卧具 睡觉用的 我们说了中国的 睡能躺下的地方 大概有四种 拔布床 架子床 罗汉床和踏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杂具 杂具很有意思啊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有时候今天不是那么特在意 其实这些东西生活中特别有用 比如灯架 我们今天谁家里都会有灯啊 不管你是台灯 还是架子灯 床头灯 反正你都得有灯 过去呢 因为他不能往墙上按灯啊 墙上按灯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有那种灯架 按在墙上把它拉出来 点燃蜡烛 那今天都是电线的 所以墙上埋了很多线啊 所以有闭灯啊 有顶灯啊 周圈有那种暗藏的灯带 所以家里能使光线变得非常的 这个柔和和复杂 那过去没有 主要都是靠灯架 比如衣架啊 我们今天的衣架都是在衣柜里啊 都有衣服架子单独去挂着 过去中国人的衣架就是衣字的 就是摆着呢 卧室里有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它有很强的那种视觉的装饰感 那屏风不用说 我们今天家里很少有人用屏风 因为家里首先你没那么大房间 而且古人的房子 我们刚才讲了 就古人一间是一间 它可能是个大通间 它就靠屏风临时遮挡 我们今天一间就是一间 那房子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房子单间的不会超过五十米一间呢 所以它用不着这个屏风 再有就是香机 香机你看看那个古画上经常画 古人烧个香啊 干什么拜个佛 都单独有个香机 我们今天就没那么讲究 所以这些杂具类的这个家具呢 今天更多的是作为展示性的家具 或者说作为教育性的家具呢 出现你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你要今天来官复博物馆 你看这些东西都能看到 那我们现在住楼房啊 古代家具的体量呢 相对都比较大 比现在家具大 没有办法在这种过小的房间里摆放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户型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 是吧 这个也没法再过度的去讲究这个对称了 那这个 那不讲究对称怎么办呢 房子小怎么办呢 这个上个世纪啊 80年代就我 我结婚的年代啊 流行过一阵子叫组合家具 什么叫组合家具 就把所有家具组合成一面墙啊 省地方还实用 那组合家具呢 就是说这是格子 格东西 这个地方可能翻下板了 孩子能写作业啊 那个地方这个是抽屉 那个地方是柜门 就是上面是价格还能摆古董 所以他把这个组合柜做的特别复杂 他省地只占一面墙 其实这种组合家具 是居住面积过小的一个产物 后来我们的房子改善了嘛 这个组合家具也就不渐的消亡了 就没了 其实中国人的家具呢 这个发展挺早的啊 就是我们 我们老说唐宋是个戒嘛 宋代的时候 中国家具基本上就成型了啊 你比如桌子啊 桌子 桌子你它为什么叫桌子啊 它就是高起来嘛 原来我们坐在地上 突然把这桌子做那么高 所以那桌子呢 就写成桌啊 就卓月的卓 卓然而立啊 椅子呢 很简单 椅子是靠着的嘛 倚靠嘛 所以呢 桌和椅最后都把偏旁改成木子 桌然的桌 不是底下是一个十字吗 改成木子 倚靠的椅 单立人改成木子边 所以呢 因为大部分家具 我们古老的家具都是木头做的嘛 那今天你说我的家具是 是钢管的 是铝制的啊 是合成材料的 是塑料的 那这个都可以 古代只有木头 所以桌椅都跟木子有关 那么我们这个都讲过很多了啊 这简单的不多说了 就是我们最早欧洲呢 欧洲人都是锤足坐 所谓锤足坐 就是我们像坐椅子上两个腿锤下去 那亚洲地区呢 都是洗地坐 就我们盘腿坐在地上 所以铺着席子 那你仔细想啊 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 欧洲和我们亚洲分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啊 只有我们 亚洲地区 只有我们彻底告别了席地坐 我们留下的残存的文化痕迹呢 就是词汇 比如我们说过啊 席位啊 宴席啊 主席啊 这些都跟你早年坐席子地儿有关 那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这种习惯呢 就是中国人呢 特别善于学习 你比如我们坐姿就有很多种啊 坐在地上的时候 坐在席子上的时候啊 第一种就是记坐 所谓记坐就是跪坐 跪在那儿坐 那是最为正规的一种做法 再有呢 就是肤坐 就是盘腿坐 再有就是鸡坐 那是把两个腿往前伸 那种就属于很舒服 但是很不文雅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要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啊 就有机会 可以看看我早年在百家讲坛讲的家具片啊 那个内容非常多 我们在这种节目里说不了那么 那么多 我们真正家具的革命呢 是进入了民国 进入民国以后呢 就刮起了西洋之风啊 有了所谓的中西结合的这种家具 那么18世纪的时候 其实欧洲刮过很强的中国风啊 这个中国风情呢 是在大概在这个17 18世纪啊 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欧洲整个东印的公司 大量到这个在中国买商品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中国风 实际上是全欧洲的时尚 当时的这个这个中国 当然也包括了整个以中国为主体的 这个东亚地区了 外国人分不太清楚 你中国日本韩国 什么和一些细微的区别 他分不清楚 我们非常容易分清楚 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呢 拿过去 加上他们自己的灵感 这个创造出新的一种风格 这种呢 就基本上叫中国风啊 这种中国风呢 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 你偶尔看到一个亭子 你觉得这亭子有点怪异 那肯定是中国风 你到这个欧洲很多宫殿里去看 凡是你看到突然眼睛一亮 觉得很亲切 很熟的地方 那一定是受中国风影响的地方 可惜啊 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具啊 我们先说家具 没有出现更新的 带有标志性的中国风家具 我们今天的家具 都是在老家具中改良改良 或者新家具中呢 加一点古典的文化符号 我真的特别希望啊 我们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有这么一天呢 我们中国人能设计出一种 又实用又美观的新中式家具 而这种中式家具呢 让世界上各国的人一看 就是中国人设计的 如果到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欧洲再一次刮起中国风 那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一天 官妇猫揭秘官妇秀 我们这一讲讲的是柱 所以呢 拿的文物和文创呢 都跟柱有关 我们有两套挂屏可以向大家介绍 你看这是五片 实际上呢 这四片是完整的 是春夏秋冬 这是那个老的的第一片 这件东西呢 是清代的 清代的 当时呢 就是这样一个挂屏 我们讲过屏风有很多种 挂屏是最节省地方的 它是挂墙上的 它的功能性已经丧失 它完全就是装饰性 那么这一片是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从视觉感觉上讲 它差异性不是很大 但是它确实这是老的 它用的这个木材呢 相对我们的新的材质而言呢 它用的比较单薄 那么老的也是这样四片 春天的牡丹 夏天的荷花 秋天的菊花 冬天的梅花 它是以花卉来表达四季的 我们中间的这个器物呢 可以看到这些器物呢 都是典型的清代 乾隆时期的器物的造型 非常的准确 你比如这种双向耳的 这个直径屏 花菇 方屏 还有一个造型极为特殊的 一种乾隆时期的瓶子 那它在这种花瓶中 插有四季花卉呢 表达了我们对一年的 这个欢快的一种追求 我们都知道花卉呢 是最能体现人们心情的 但是你很难在生活中 每天都有新的鲜花插进来 尤其古代 今天你是有花卉市场 要没有花卉市场 你就是随着季节去赏花 那么古人就想出这种办法 用这个工艺 用一种特殊的工艺来表达 他心中对花卉的一个追求 那么他是用木头做底 你像这种是用铁栗木做底 这个是用鸡翅木做底 上面嵌有这种寿山石 这种彩色的石头 中国有四大印石 寿山石 巴林石 昌华石 和清田石 这四种石头 在这上面都有所体现 寿山石 你比如说红色的 这都是寿山石 寿山石的颜色比较丰富 那巴林石又比较细腻 清田石比较硬 清田石比较硬 昌华我们都知道 昌华的鸡血石是最好的 那么这种复刻 完全是按照古代的 这个状态复刻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产品 这种产品很适合在家居中的悬挂 这一悬挂那就百年开外了 你看这件东西的最少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像这种限量完全是用手工去做 我们限量只做了99套 它是编号的一套刺扇 春一下秋冬 如果你家里有一面比较宽阔的白墙挂起来非常漂亮 请注意看 它上面这吊环 原来老的这吊环都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铁丝弯成一个弧形 那现在的吊环都做的比较讲究 是铜的 是有一个蝙蝠叫福从天降 这套挂平复刻非常不容易 我们复刻以后在每个器物上 这四个器物上都有官的logo 都有logo 我们在背面留有了一些痕迹 我可以转过来给你看看 背面有官复九宫的商标 我们凡是官复九宫的都是收藏级的商标 底下有编号 这是0001号 这个我们只做99套 多一套都不能做 那每个编号都是你可以早买的人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编号 你晚买的人你就不能选择了 那个官复九宫 这个都是刻进去的 所以它不得改变 因为木头有木纹 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度复制 就是我一旦把它拍下来 就跟指纹一样不可改变 关于这套挂平的所有的文字 在官复APP上都能找到 你在各大销售平台 官复的旗舰店 官复博物馆的旗舰店 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商品 这种商品是高等级的 它是以收藏为目的 它不是一般性质的商品 它是具有很强烈的收藏意识 又得有一定的资金基础 才能把这个东西请到家里去 然后悬挂一倍 我们刚才讲了一套寿山石 用印石 不仅是寿山石 还有巴黎石 清田石 昌画石 就是中国四大印石 这种雕刻镶嵌的挂平 我们现在又推荐一套 君词挂平 君词挂平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我在四十多年前吧 四十年前 买了这样一套君词挂平 那时候是一个电视机的钱 没有买电视机 去买了这样一套君词挂平 那么很多年后 我看到有一个人 有大量的这种君词的残片 那么这些君词残片都是老的 都是晶元时期的残片 然后我就问他 能不能给我相制一套 他说可以 然后我们就用了很久 用了好几年的功夫 开始复制 我们原来也想复制九十九套 但实际上复制不出来 是因为没有这么多材料 那复制的这个尺寸呢 小一点是为了适合 今天的这个房屋的悬挂 过去的房屋都比较高大 现在的房屋相对来说呢 都比过去的房子矮一些 四套君词挂平 这个图案呢 有具象的 有抽象的 你比如具象的是什么 你比如这石榴 就比较具象 这是一个花瓶比较具象 但有的 你像这个就 这个像一个云塞似的 就比较抽象 那么他用的材料呢 比过去的材料好 过去的这都是一种软木头的 这现在用的硬木 这个红木加花蜜木 君词挂平呢 它是一种抽象的美 因为君词本身是一种摇边幼 摇边幼就有入瑶一色 出瑶万彩的这个特性 我们这些年大部分人 对瓷器了解越来越多了 都知道宋代有武大名谣 鲁关歌军定 现在君瑶呢 它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不管它的说法 是说至少在金元时期 我们就已经有君瑶出现了 有这种抽象意义的美 在这个蓝色的地子上有红斑 民国时期 君瑶瑶指被发现的时候 大量的君词残片就进入市场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话说 就说家有万贯不知君词一片 就说这个君词价值高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过这话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东西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地花了当时的大价钱 当时是天价把它买回来的 那么现在想了想 日月如梭 过去都几十年了 我从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了 所以这时候才有机会去复制 复制这个东西 向市场去介绍 也许有的朋友喜欢 那你前提是你要喜欢 你家里又有地方 第三呢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你才能买这样一套去悬挂在家里 还可以传下去 这样一套君词挂平 如果没有外力破坏 你挂上几百年都是它 那么它君词挂平呢 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每一片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 你说我买这套 想跟前面的人买的一套一模一样 是不可能的 这只能是个意思 每一套它的图案 它的这个形态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 每一套都是跟收藏者有缘分 这个缘分对你一生是最为重要的 按吧 的也不可以 感谢观看